你好 孟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周莉莉 来自上海 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 回国后在外企 从事人力资源行业 我是一个喜欢旅行的文艺女孩 几经为止已走过26个国家 好像很搭 喜欢旅行 希望另一半是一位温柔的绅士 可以理解我 懂我 和我一起经历更多的美好 谢谢 你有一个两男的选择 这两个男生在未来的两年 一个准备在东南亚一带 一个准备在北美一带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有人来找事是吧 喂 喂 你是 我是5号男嘉宾 关微风 孟老师我想把我的声音扩出来 来把5号的声音扩出来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刚才看了你的这个 各个方面的介绍以后呢 我真的是蛮喜欢你的 她在挑白 我为什么到现在才打这个电话呢 因为我刚才一直想 你说你很被动嘛 我想再多了解 多了解你一点 那就一直等到现在 然后被你灭掉了灯 我现在也是很纠结 所以我想当面和你说 可以吗 加油 兄弟 你看这就是他说的 他为了向他证明 我也是一个被动的人 被动到什么程度呢 你们都快完事了 我出来了 是吧 有请5号 他很喜欢这种王子的 白马王子来了 你这个被动的已经差不多够意思了 你也有点作 来 开始吧 一直到现在才向你表达我的心意 从你刚出场的开始 我就已经被你深深吸引住了 其实我准备了好多好多话 但是你刚才把我灭掉了 那我就 我现在也是很紧张 我其实我刚才一直在犹豫的一个点 就是你年龄比我大 我可能会以后 可能会和你的人生轨迹 有一定部分重合的部分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犹豫的原因 然后到现在了 我也不想再犹豫了 我想送给你一个小礼物好吗 给你我的心画在手上 一个火星送给你 我不是宇航员 不是哲学家 不是科学家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可能有普通的生活轨迹 所以你愿意和我一起探索宇宙吗 哇 游泉哥 我认为她说的那段话 才是最后这个舞台 男女之间才像个表白的样子 首先说嘛说 我有多喜欢你 这是正常的吧 有了喜欢 其他的条件才有意义 没有喜欢 那些条件跟你没关系 长多高 长多帅 多有幽默感 能做多少饭 那跟你没关系 只有我喜欢你了 那才有意义 有喜事 喝好酒 狼排特区 相伴永久 你做最后决定的时候 到了2号 5号 6号 你的选择是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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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5号 我选择5号 美 这个美 这可以 这可以 你来了就是时候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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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好高 这个可以 这个好 真的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 大家好 我叫洪飘帆 然后我今年26岁 之前在英国留学 然后现在在上海一家 保险公司做人力的工作 谢谢 谢谢 我最后有一个小礼物想送给你 这一片绿色的叶子送给你 绿色代表着希望 我希望我们两个之后的未来和爱情是充满希望的 谢谢 这是高手 太厉害了 高手 这么说的话基本上他就有戏了 3号 女嘉宾 女嘉宾你好 我最不会的就是吵架了 你现在是想要干什么呢 因为台湾真的吵不起来 对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工作累了 对我们可以一起去六口 对我们家养了五支 那最后我妈也常跟我说 人的一生不能忘记的就是认真 不能玩的就是人生 那我希望在我的人生有机会可以认真地对待你 谢谢 谢谢 6号 女嘉宾你好 他把你又捞出来了 因为之前我选择灭灯的原因 其实就是我看了你的VC啊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女孩子 就是但是我个人觉得 你需要的是更多的陪伴和关爱 因为你是一个很脆弱的人 我觉得我做不到 所以我选择了退出 谢谢 问一下你们还坚持6号吗 不坚持 不坚持 好 来 谢谢 谢谢 你给他妈吓着 喝口长知识 追爱追到底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知道你们两个平时 有什么特殊的小怪癖吗 就是我会把女朋友的照片 披成很搞笑的动物啊 比如说猪脸啊什么的 对 这三块钱吗 三好 我钱包里的钱 我都希望她是同一面的 你听到吗 这个叫怪癖 有喜事 喝好酒 狼牌特区 相伴永久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1号 3号 你的选择是 1号 1号 绝对1号 1号 1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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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选择是 1号 3号 1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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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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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3号 1号 2号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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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所以是 7号 1号 3号 2号 1号 2号 3号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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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3号 이거는 这个家庭很难融入 要求非常高 口上说不注重这个家庭 其实你的心里面 已经有很明显的答案了 从最开始没有选心动家庭 就代表他们其实是很有要求的人 有点标理不一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 我喜欢把真诚 就是OK就是OK 不可OK就是不OK 可以说一句话吗 钱 哎 哎 我觉得父母的祝福 是对一个婚姻最大的一个保证 既然舒阿姨这么说了 我选择退出 什么 我没听见 最后一句话 我选择退出 同意 同意二号 棒的 支持啊 对的 对的 在这个时候 女孩都没有表态 你为什么要退出啊 我也有话要说 来 我跟二号是一样的 就是可能我现在的确是配不上你们的女儿 就是我觉得不应该自难而退 但是真的家里人的祝福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在海外的 你能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很短了 我觉得对父母要好一点 不能跟父母有像这种非常大的争执 所以我觉得我尊重父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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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配不上的原因 不是配不上 我想两个人在一起 家里人的重视程度也是很重要的 假如家里人的那份祝福都得到不了的话 我觉得两段感情是肯定不会走得很远的 我的工作好像就是永远都要处理这些事情 每次到了最后的时候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冒出来 我想先问一下二号 你在刚才过去的这将近一个小时里边 表达了很多对这个姑娘的喜欢 对 我真的是很喜欢她 那你现在回答我 你选择退出和女生的父亲刚才的话 有关系还是没关系 有关系 6号 跟2号做出一样决定的时候 跟女生的父亲刚才的话有关系还是没关系 我觉得50%是我上来的时候 看到他们没有选心动家庭 但是我仍然剩下了50% 对于他们的期待 然后在刚刚的那一会儿 我剩下的50%可能已经去掉了 好 我明白了 这会儿 我得问你了 好 在你爸爸刚才说了一番话之后 两个男生都觉得 听完了你爸爸的意见之后 都觉得放弃了 我认为他们有他们的理由 因为你爸爸的态度非常明确 从一开始没有选心动家庭 到最后让你谁都不要许 我觉得他们俩做这个 可以理解吧 可以理解 那你对你父母刚才的意见 刚才表达的那个 你想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觉得首先我是非常尊重男嘉宾的选择 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舞台 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他进和退 对于我爸妈的话呢 其实他们可能也只是非常的希望 女儿能够找到一个他们觉得匹配的 好的家庭 我并不责怪他们的心态 但是我想补充一句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独立有主见的女生 像是我坚持要出国读书 然后读书完之后坚持要留在纽约找投行的工作 都是我自己的坚持 我爸妈一开始都是不支持的 是我自己日日夜夜地争取 才获得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觉得其实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坚持也是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品质 谢谢 你刚才你父母其实是两个意见 爸爸的意见叫不学 对 妈妈的意见叫你决定 对 你更喜欢父母当中哪一个意见 其实我更欣赏妈妈的态度 我也 谢谢 谢谢